公腔镜检查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首先一个患者他如果有公腔镜检查的指针 或者他要求做一个公腔镜检查 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排除 他是否有严重的内外科合并症 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 或者高血压血压很高这种情况下 首先要排除是否有这些疾病 是否这些疾病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药物治疗 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状态 第二是我们还要完成一些最基本的检查 比如说血尿常规 阴道分泌物的检查 血运性传染性疾病检查 如我们常见的梅毒 艾滋病 甚至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检查 除此之外还要做一个心电图 一些相关的检查 最后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 酌情增加一些相关的检查 比如说他有心脏病 他的心脏病是否能胜任这个治疗 是否能胜任肯定镜的检查 我们要进行一个新功能的评估 这些都要根据病人的病情 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来排除 他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 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工腔境界